6月9号,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张文宏工作站正式揭牌 记者就近期民众比较关心的疫情话题 对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进行了专访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开展 记者注意到,不少接种的民众已摘下口罩,放松了对疫情的警惕 打了疫苗就不会被感染吗? 对此张文宏表示 打了疫苗以后,大家已经有比较多的数据知道 疫苗的防控不是100% 那么现在全球的疫情正在蔓延 我们国内仍然有境外输入的巨大的风险 同时因为国内现在疫苗打的覆盖面还不够 我们还没有打到应打尽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旦有疫情进来以后 它传播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是需要做到清零 不清零仍然会蔓延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不单单是打疫苗 而且哪怕疫苗不能不是100%的保护 也就打到70%的保护率 还有30%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弥补 疫苗打完以后 还要睡觉距离戴口罩 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一直到全球的疫情得到完全的管控 我们国家疫苗的覆盖率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这个时候我们再考虑戴口罩的时候 近期广州的疫情出现引发大众的关注 张文宏认为 就目前而言 疫情存在散发广泛的程度 且属于多区域不定期散发的风险 因此做好防控工作极为重要 中国到目前为止 最近的几次疫情 应该说是不同程度的散发 包括我们管州的这次疫情 出现了一些高风险的区域 但是这些高风险的区域 现在还是可控的 我们一定要避免爆发 不同的时间点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加快疫苗的接种 加快疫苗的接种 不仅仅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家人 保护自己的社区 目前还是一个存在散发 广泛的散发 就是多区域的不定期的散发的风险 我们一直是存在 我们要引起注意 张文宏表示 由于中国做好了早期防控 且有着强大充沛的医疗资源 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 取得了较大进步 张文宏呼吁 民众应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配合国家做好疫情救治与防控工作 中国台湾最近的数据 你会发现它的病史率也上升了 在早期台湾的病史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最近它的病史率上升 上升到接近3%左右 那么全球的病史率是2.14%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随着病人的增加 我们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医疗资源的挤兑 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 现在是造成病史率上升的主要的原因 在中国我们现在因为国家的政策做得好 早期的防控做得好 现在我们中国无论是哪里 哪怕是在最近在广州 它100多个病人 包括无症状感染者 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具有非常强大医疗力量的一个城市 这些根本就不在话下 所以如果医疗资源是充沛 我们这个病的病史率是不高的 但是医疗资源如果出现了几对 这个病的病史率会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最终我们对这个病 我们还需要把三型的药物的发明 但是药物性的发明还要一段时间 现在怎么办 现在要做好防控 打好疫苗 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病史率是低的